欢迎收看独立特派员 我是宇嘉章 三更半夜十二点 很多人已经沉沉的进入梦乡 但是对台北市警局少年队来说 这是他们出勤的重要时刻 因为在台北街头 街灯和霓虹灯都熄灭了以后 还有许多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 在街头游荡 为了防止青少年 走进酒店 舞厅等不良场所 也为了防止青少年 在街头聚众打架 伤害别人或者被别人伤害 少年队上街巡逻 而一些辍学失踪的孩子 就这样被找到了 记者李杰林 赖炳环的报道 晚间十点 少年队夜间的勤勿才刚开始 不到凌晨十二点 还没有达到青少年夜规标准 在这之前 少年队锁定烟害进行劝导 随着夜色加深 勤务也转往住宅区移动 一进公园 知情远景发现不少熟面孔 没有找工作 上班 做什么 上班 这个地方 就是这些人 你登记久了 都会知道 所以每个社区的这些孩子 你们其实大部分都会认识 就是他如果常常试试 对 常常在公园 会认识一两个 基本上你深夜在外面游荡 那基本上涉足这些场所的机率会增加 另外还有被害的机率也会增加 那当然以青少年的生活模式来讲 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 照讲深夜时段它应该是在休息的 所以这个时段我们会做欠导的动作 时间进入凌晨却意外下起雨来 空档的住宅区连行人都没有 所以下雨天小孩子反而会乖乖的在家里 他要在哪一个人的家里 不是在他自己的家 同学的家里 就是躲在某些人的家里 有些家长是商业班的或是没有管教 有些家长就是怎么样 你只要不去给我 你在家里都没有关系 要怎么玩都没有关系 勤务车回到商业区 街边的几个孩子引起远景注意 小轮堆 证件先看一下来 在上面 来来来来看一下 没带 几年次 83 83喔 来你们两个先站在这里 你先坐 来站在这里 这三个都没关系 来来 谁谁 先代表登记以后 我们会寄给家长 没有我们寄一寄就那么虚 但家长说 你的小孩 有这种情形在深夜 会满 超过12点 还在外面 他都会见到他 谢谢 三名高中 三名高中 国中部 三名高中 国中部 你看 七年级 七年级喔 这边天保 超过12点 超过12点 不要在外面 胃痛还 带他回去 不好意思 几年级 几年级 八十几 八十几 八十几年级 这个中奏是什么 这两天都一直有去学校 没有学校 没有学校 没有学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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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通知妈妈到 我们上去 对 你叫妈妈来 对 他刚刚在等我 因为我摔车 然后他等我这样 251841 好 可是 警察现在新门厅 抓他 你好 是高妈妈吗 你好 我台北市少年警察 对 我们现在在新门厅 您入检 花生在发飞 他是被学校有报酬 他今天有上学吗 查起来他是忠错生 忠错生所以才要带回 生意会归的青少年 现在基本上 一定会欠导他 回家 那有必要的话 会视状况通知家长来领回 当然如果您发现说 他是已经 已经是在登记 已经是被记录者是 协讯的状态之下 比如说中错的状态之下 或是甚至是失踪人口的状态之下 那一定会请回 请回驻地 通知家长来领回 这次没有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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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在我们 到一旁边 这次找朋友啊 两个礼拜 是啊 这是我们没有失踪 这次没有失踪 这次没有失踪 我需要失踪 这次去 因为我们的失踪 下来 在我们的失踪 我们的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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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在我们的失踪 我们的失踪 对 對 去那獨特拿冰箱 快點 還開心 還好 還好 我覺得不算那麼好 對 我給你住啊 對 對 我給你住啊 對 對 因為太晚了 我們等下直接摘回去 他媽媽說他有點不舒服 原本應該由家長帶回的程序 最後由執勤員警幫忙完成 除了缺席的家長 目前在全國通報資料庫中 還有239個錯學行蹤不明的名字 同時18歲以下的失蹤人口 還有350個沒有被找到